原标题 去了青岛打工 先当仿杀工 后去一家商店当学徒 他脑子灵活 第一年工资十二块大洋 第二年就翻倍到二十四块大洋 正当他梦想去当一名账房先生时 军阀张宗昌愧军跑到青岛 大肆抢劫 商店倒闭了 刘兴源奔波大半年 没找到工作 最后在泰安考入冯玉祥学兵团 去了河南 后来辗转到了国民党第四十七师 1930年底 第四十七师开到江西角贡 为过半年时间 1931年5月 全师被红军击败 在溃退中 刘兴源与一名医官当了俘虏 于是报名参加红军 从此走向了光明之路 在红军中 刘兴源一直在红军卫生部门 先在红军医院当文书 后来去了总卫生部当秘书 组织科长 总务处 抗战全面爆发后 他去了巴陆军卫生部 先任政治处副主任 后升为主任 可是他一直渴望去战斗部队 1938年4月 刘兴源离开卫生部 去了八路军1115师工兵营 担任政委 四年调师教导大队任政委 第三年1月 他被罗荣环调到1115师民运部 担任副部长 6月再次调1115师东晋支队 担任政治部主任 并带政委与大队长梁兴初为搭档 这支部队后来整编为八路军 教导第五旅 刘兴源为政治部主任 1943年 山东八路军进行整编 刘兴源的搭档旅长梁兴初 和旅政委罗华生 都将职当团长 团政委 刘兴源却升为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 为此 他十分不安 找到罗荣环 罗荣环说 这几年你在教导无旅搞得不错 完全可以胜任新工作 两年后 滨海部队整编为两个师 罗华生为二师师长 刘兴源为师政委 以后 他从事政委到纵队政委 军政委 1955年3月 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委 在广东 刘兴源一干 就是几十年 1969年 他以广州军区第二政委身份 被任命为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四年12月 升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971年8月 毛泽东在长沙 两次召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刘兴源等人进行谈话 着重谈了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情况 指明批评林彪和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等人 毛泽东特别对刘兴源和丁盛说 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 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办呀 接着他又对刘兴源说 听说你和黄永胜是儿女亲家的 刘兴源当即站起来 明确表态说 谁反对毛主席就达到谁 刘兴源与丁盛返回广州后 间隔按照保密的规定 在小范围内向军区党委常委和有关人员 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 传达时指定专人兼长 任何人不准记笔记 不准泄密 并且 刘兴源还把毛主席说他 同黄永胜是儿女亲家的话 也如实做了传达 这次吹风会后不到半个月 就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由于黄永胜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林彪集团的干将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毛泽东和周恩来 特别重视广州军区的动向 九月十三日凌晨 刘兴源和丁盛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 获悉林彪成绩叛逃的消息后 坚决迅速地执行中央的一系列紧急指示 保证了广州军区的稳定 九一三事件后 刘兴源主动向党中央写了检查 检查自己同林彪黄永胜的关系 毛泽东看后 认为满意 批了心平气和四个字 还要求其他人向刘兴源学习 九一三事件后 刘兴源的职务没有改变 刘兴源一生对两个人最有感情 一个是115世的老领导罗荣环 他与夫人徐杰结婚 就是罗荣环夫妇做的媒 他说 罗帅这个人的特点 就是欲为 大于平凡之中 还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1976年1月 周恩来在北京定市 刘兴源痛心地哭了 一连三天默默地坐在家中 不会客 不外说 陷入极度悲痛之中 之后 他不顾阻扰 在军区礼堂设置灵堂 对周恩来进行悼念 1990年8月14日 82岁的刘兴源 中将在北京病逝 在追悼会上 有一副晚帘概括他的一生 革命六十载 立长征 元祖鲁 战聊审 建月术 耿耿担心 赤丞相党无遗憾 寿高于八旬 读经史 写回忆 急报刊 练书法 争争铁骨 坦荡为人留余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 赤丝宝 赤丝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